中原神奇之地,八项世界之罪,九千年前吹斗一月的笛子和酿造的酒,我们常说华夏中国文明上下五零零零千年,很多人认为,这句话是指中国文明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,包括教科书等也是这样说的实际上,华夏中国文明上下五千年是指的中国文明,具有一万年历史中国河南五阳甲湖遗址, 可以证明这一说法才是正确的,若时间跨度到九千年前,回溯那时华夏中国中原的中国人的生活,是否印象中出现皆是未有火化石草木之石鸟兽之肉,引其血如其毛的场景,然而到河南五阳甲湖遗址,才知道那个时代的中国文明,已发展到令人惊叹的高度,那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甲湖遗址, 位于河南省五阳北甲湖村,主要分布在淮河上游的支流沙河和红河流域,最北可达颖河书河流域,现已探明遗址总面积七万平方米,从1983年起,至今已经历数次发掘,共揭露遗址,约四千多平方米遗址内,发现有房址,教学,陶饶,墓葬,寿坑, 蚝河等各种遗迹,近千处,令出土有陶器,石器,骨器,硅甲,动物骨骼及植物颗粒等遗物数千件甲湖遗址,目前拥有八项世界之最一,在甲湖遗址内,发掘出一批碳化稻米及石墨盘,石墨棒,石铲,石链等食物,表明早在九千年前,甲湖鲜明,已学会 种植水稻,二中美两国协者,通过对出土淘气内壁上的残留物,进行研究证明甲湖人用大米,蜂蜜,山楂等制造了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九三,中国是世界上加畜殉养的起源地之一,中国最早的加猪,就发现于甲湖遗址,遗址内还发现有满狗坑4,日本鱼类研究专家,中岛经夫对甲湖出土的鱼骨研究表明, 甲湖人曾将捕捞后吃不完的鱼养殖起来繁殖,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鱼类人工养殖地之一五,甲湖仙人,还用鹤的齿骨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七声音阶乐器,古笛 目前甲湖遗址共发掘出古笛三石鱼只有两孔,五孔,六孔,七孔,八孔之分,有些古笛尚可吹 奏乐区六,遗址内出土归甲,石器,陶器等其上的十几种器客符号,早于安阳依须甲骨文四千多年,更领先于古埃及植草文字,与两河流域的歇形文字,是迄今为止,人类所知最早的文字雏形之一期,墓葬中发现的装饰品,藏规, 插形骨器的成祖随葬品,表明甲湖先民,已经有了巫术仪式和原始崇拜的意识,甲湖也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原始宗教,于不是起源地之一吧,在人骨上检测出丝蛋白质,表明甲湖人已经开始养残仿丝,这是人类历史上,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弹丝之品,可以看出,五羊甲湖遗址的发现出土的东西, 足以证明华夏中国历代文献点集中记载的内容是所,人非虚的这反过来也更加证明,华夏中国文明的伟大悠久性。